5月9号下午,杭州市复阳区组织民警、沿线社区村干部、民兵、群众、志愿者等近千人 采用车巡、步巡和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12个村社、66个网格和重点区块延伸卡口注点巡逻及劝导 提醒公众注意自身安全防范 并加大对金钱报生活习性的宣传告知力度 同时,杭州市复阳区在深入排查 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列出隐患问题加整改措施加完成实现清单 坚决做到整改不到位绝不开源 针对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出逃未成年金钱报事件 公安、应急、文旅、农林等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第一时间进驻现场开展调查 人类的中学生这样一个阶段 目前体重是20个人工的饲养 他们一直没有那么害怕 所以当中